大家好 我是Den Hungu母亲后 没有打招呼 只是嘲笑的内容 三 有人在Hungu的车后座位 放了烂掉的紫菜爆饭后 成员们以及经纪人 说有臭味而生气骂人的内容 四 告诉人在Hungu奶奶 送的保温杯 放入冲箱的内容 五 别的成员穿走Hungu的鞋 然后丢给Hungu让他拿走的部分 对这些内容的调查结果 警方表示 Hungu弟弟的爆料文 只是心疼姐姐的遭遇 想要让大家知道真相而写的 并不是为了诽谤 警方接着表示 Hungu因为对内霸凌而痛苦的事情 以及Apli活动当时 保温瓶事件 鞋子事件等 本身都是事实 很多内容都是起诉人 跟Hungu在团体生活的时候 实际发生的事情 所以才判断了不是虚假事实 对Hungu弟弟提购的起诉人 共六个人 但是因为无法阅读起诉人的资料 所以未能确认起诉人是谁 会按照程序申请 来确认这六位是谁 起诉人一开始就说了 会以法律来判断 而对未成年人Hungu的弟弟提购了 希望之后能在法律程序内 提出必要的主张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哇 这次警方是非常肯定的给确认了 警方发表里已经说了 Hungu跟起诉人一起团体生活的时候 也说了起诉人没有跟Hungu母亲打招呼 所以提告的六个人当中 一定是有Apli成员 很有可能就是元年成员五人 加上公司一个人 太傻眼 太恶心了 不但不反省反而提告 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突然要集体接受采访了 原来是已经知道警方这样判断了 所以想要试图改改风向 再次把责任推到Hungu身上 很好奇又要怎么狡辩 希望Hungu已经Hungu家人 以后只有好事发生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你们是傻子吗 警方的意思是 Hungu因为自己主张的事情而痛苦是事实 也就是说 就算是自己误会或者是想象 反正痛苦的事情是事实而已 并不代表了对内真的有所谓的B0 因为Hungu弟弟爆料的那些事情 保温杯 运动鞋 本身确实有发生过 所以不算是虚假谣言才会判无嫌疑的 然后在今天 DSP娱乐也发出声明表示 部分媒体报道的 调查机关承认成员们集体排挤 Hungu不是事实 不宜交的理由是 Hungu弟弟的文章 没有诽谤以及不能认为是虚假事实 所以决定了不宜交 并没有承认成员们有集体排挤 希望不要散播没有确认事实关系的内容 然后这两天 一位Apply出道粉的留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Apply有在看这个吗 DSP有在看吗 你们以为每次发表立场文的时候 是谁去找出了那些可以反驳的 古老影片 照片等证据呢 都是出道粉丝们 不足而产生了误会 会联络Hungu后道歉解开误会的话 事情就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有点良心的话 现在就官方声明 成员们在年纪小的时候 互相有过矛盾 当时没能好好的处理 会取消提告 会亲自见Hungu以对话来处理 而不是用留言来带风向 然后这位网友整理了 Apply成员们的立场文有矛盾的地方 一 Hungu非常不认真练习舞蹈 但是在成员们换位置跳舞的影片 Hungu跳得最好 也告诉其他成员们 掌握得非常好 二 三 没有来笑 变成了有在笑拍到的照片 四 没有参加音乐节目采判 有拍到参加音乐节目的照片 五 成员们都害怕Hungu 害怕的话 能对Hungu说出疯了吗 安静点这样的话吗 其他成员们也能嘲笑他吗 每次上传立场文的时候 内容前后都不一致 一致的主张只有一个 Hungu被排挤是自找的 我不觉得Hungu是没有一个缺点的人 每个人都会有优缺点 你们也会有优点的 但问题是现在多数排挤了一个人 导致对方试图自伤 因为那么一点小事 在YouTube看起来很幸福等嘲讽的话 在你们的立场上 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字眼 你们可能是想要表达 他遭到那些事情是自找的 这个部分就是错误 你们周围就没有教你们这些的大人吗 真的很郁闷 对于A.Puri出刀粉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 装满 在他为了 是 终于 早按 crisp 你 感谢观看